中意高级华文单元2 词句百宝箱 一 如果能跟着钟声连续吃下十二颗 就象征新的一年十二个月都事事如意 二 等午夜钟声敲响后 各自把水泼到窗外 以示词就迎新 三 夜幕降临 人们在街头燃放烟火 翩翩起舞 四 不管工作多忙碌 路途多遥远 大家都要回家团聚 开开心心地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五 希望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诸事大吉 六 时间真是个贼 而且还是个神偷 七 岁月除了偷走青春 还偷走什么呢 八 送走圣诞老人 过了元旦 农历新年也悄悄地走近了 九 妈妈买年货时 看起来不是很开心 铁青着脸 像全天下的人都得罪了她似的 十 此时的她和墙上新贴的年年有余 显得格格不入 十一 我知道妈妈是因为姐姐的事心里在闹别扭 十二 上个月视讯时 她告诉我们一件事 话说得吞吞吐吐的 十三 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是那副酷酷的表情 十四 火锅的热气蒸腾起来 围着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 我们的团圆饭开始了 十五 希望我的叽叽喳喳能够冲淡哥哥姐姐的缺席带来的冷清 十六 火锅还在滚着 似乎在期待着全家的大团圆 十七 谁要是吃到这个幸运饺子 今年就会心想事成 大吉大利 十八 我感到莫名其妙 这饺子怎么又回来了呢 十九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姑姑偷龙转缝 把幸运饺子放到了我的碗里 二十 无论山多高 海多宽 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二十一 嚼得烂的是肌肉 嚼不烂的是思念